识尽 一夜借前 射成观法 所观之间 若论识尽的生气 有观应如 发下酒精 这个境界从哪里深的 都是从因如 因是不因 受下行事 如 识 射尔如 乌音射尔如 四地出身 故臣于尸 这是讲 实践这么生气 互为应运 说若论下之酒精 下面就除了 这个 应如 无应射尔如 那么下面这个酒精 可以没有自席 不定什么时候 发生 而且发生的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突然下起 突然发足 你在念佛的时候 突然起了贪嗔痴 突然想起 过去或者想未来 想起这一世 这个念头一动呢 我们念佛功夫就中断了 这种情形 我相信 每个同学都有 那么修别的法门 就要懂得射尘观法 你怎么应付它 念佛人呢 不必要 念佛人 就像念老朱节之内所说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净土之四观 以彌陀 古人 清真 之 功德为敬 永绝莫斯 你看 这尽宗书生 其他八万四千法门 都有这十种境界 你要用十种方法 去对付它 净宗不管什么境界先前 因为它所有境界 不处 无运 生死 明暗之法 所以需要对治 那净宗的四观 也有这个境界先前 我们用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是 阿弥陀佛 古人 阿弥陀佛是真古了 真得究竟古位 阿弥陀佛 没证过我 他还在修我 身为原教菩萨 没成佛号 那过人 清清清清空 我们通通通是以阿弥陀佛为 关键 大师智菩萨教给我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 你看这个世成观 跟世成禁 都非常复杂 阿弥陀佛这个法文 真叫快刀斩乱马 一句佛号 一句佛号 把所有一切魔障 全部 执着了 全部把它化解掉了 这个方法文 说什么 不能不知道 你要知道 跟其他方法 一对比的时候 你肯定采取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保证你成就 十成十惯 不能保证你成就 这个是保证你成就 永居于摩斯 心里只有这一句佛号 这个摩斯里头 有几个重要点 我们提一下 第一个是阴谋 这是根 这是根本 第二个呢 是烦恼 第三个是病患 第四个是夜相 第五个是摩斯 就一句佛号 全对住了 因尽先前 阿弥陀佛 烦恼现前 阿弥陀佛 病患现前 也是阿弥陀佛 病患就消了 念佛就念好了 如果寿命到了 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还有寿命病就好了 不要去治啊 真行吗 真行 问题是你要有真正信心 你由于丝毫怀疑就不灵了 那圆满的清净的信心 相信这句佛号 这讲的一定没错 那真的是永绝摸死 那一摸外摸 全没有了 被打死了 闭口 那一摸 云陀佛 是 你 感谢观看